我今天就把话撂着了 欢迎入屏下来 但凡哪天我做不到 欢迎发出来打我脸 哈喽大家好 这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成绩 广州三四百块钱的自助餐 推荐来推荐去 只有那两家 今天我们去一家小伙伴推荐的 月海洗海灯班尼海鲜餐厅 就花的大概是430 那究竟这家店能不能成为第三选择 今天我们去试一下 就房子被特殊照顾 我们等所有菜品都上完了 我们才开始拍 首先他们家的环境和服务 我觉得都没问题 特别好 你好 就我的用上时间是吃到几点 9点钟是最后的下班 就超过9点 9点半是营业结束时间 了解 我问一下 你们家的网络上的宣传照片 有新西兰敖虾有没有 这是之前的宣传图片 现在是改成了奥尔兰的敖虾 就是没有新西兰的敖虾了 对了 行吧 就是这段时间没有 还是说以后有可能会有 目前这段时间都是奥尔兰敖虾 行 香煎耳干 它有很明显的酒味 就它中间夹了一个这么样的东西 它应该就是梨 然后加一些酒去调的 这不就是很多人想看的嚼嚼嚼吞下去吗 如果全部嚼嚼嚼吞下去 三四个小时的视频 你教我剪成十分钟 就我真不知道是你们北七还是他们北七 胡烧鰂鱼 再一个味道还不错 牛斐力 他们家的牛肉普遍是有点偏老的 铁板牛舌 肉质还不错 有点偏死 炸鸡腿 就这一块的话几乎看不到肉 肉质是挺好的 就是也是有点偏咸 和牛创 它这一个的话 其实有点烤到有点偏老 天妇罗杂虾 它的这个天妇罗杂虾 我觉得是超好吃的 就它里面的那个虾肉啊 够糖 带子裙边 它这个鵝肝也是搭配的这种 像他们家的这种鵝肝 应该是自己做的那一种 铁棒虾 这一个虾我觉得是算一般版 所以它少了那个虾的那个甜味 它的生蚝这两个就比较一般 其他的看起来还行 就整个菜单来说 有限制的就这四个 四选一 好 这包的垃圾给收走了 你那边有那个生蚝壳有没有 谢谢 它包的壳给收走了 这两颗是找旁边大哥借的 就他们家的生蚝 我觉得是也是算新鲜的 但是按季节来说的话 它现在的状态还是稍微差一些 然后像他们家说 他们家是那个新西郎的生蚝 这个是问题不大的 新西郎生蚝最大的特点 就它的壳都是乌漆骂黑 因为那边的话 台地的黑桑岩比较多 三文鱼 这个三文鱼的新鲜度我觉得很好 金枪鱼 北极背 钓鱼 刺背 它这个腥味是稍微有点重 长脚蟹腿肉 就它gay的工具不是很专业 所以弄到最后有点稀巴烂 沉水店 艾尔兰熬虾 讲道理 艾尔兰熬虾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新鲜度 稍微是差了一些 这本来我觉得是股市的应该没有到那么好 但是其实也还不错 就你看这个鲍鱼和我们上一期会有明显的区别 就尺寸大小其实差不多 但是元宝状就没有那么明显 受洗锅煮的虾 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的那种南美白虾 看吧 它是有个弹性空间的 所有的五星级 五星级酒店 它是有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五十块钱的加成 所以 到底是有个五十块钱的加成 一些独特的点 咱们说白天额 白天额它是可以有一个一百块钱的加成的 所以他们家 你要说它太大鸡吧 说不出来的 是吧 你要说它 超水平的发挥 我也觉得没有 牛栽股 你们家牛肉也可以 就是要几分熟几分熟的是吧 就是有哪一个是可以继承熟的 我们的澳洲和牛串 就那些都是可以继承熟的是吧 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斐力牛排 羊排也是可以的 那我刚才第一轮店的时候 那两份给我的太柴了 刚才问了一下他们家的斐力之类的 都可以跟他说要几分熟几分熟 这是什么蟹肉芒果 鰻鱼卷 炸鱿鱼 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外面裹的这层的问题 这两个是他们家推荐的 什么日本小黄瓜 这什么应该是芒果之类的 这是芒果 你好这是芒果吗 应该是 这是芒果吗 那里写的是金瓜 这是金瓜 哈哈哈哈 就是黄瓜上面加一些花生跟那个芝麻酱 他会不会是当心我吃太多的消化布 两个推荐的这两个 那个橙色那个其实是有点意思的 那黄瓜我觉得就是一般吧 铁棒虾 铁棒虾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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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哪天我做不到 欢迎发出来 打我脸 我们的规则和奖励一直没变 但凡能发出我收钱的证据 奖励10万 但凡能发出我假次的证据 奖励5万 随时过来领 因为我没做过 所以我底气就是这么足 我做视频到现在 没愧对过任何一个人 喜欢看的 我感谢你们的支持 就你不爱看的话 滑走就行 我不管是以前 现在或是以后 三个东西原则不会碰 第一个假吃 第二个收钱帮店家打广告 我很讨厌营销号 第三个 直播带货 我对你们口袋里的钱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要证明的是 网络做到最后 直播带货绝对不是重点 就你可以期待的一点是 内容为王的时代 快回来了 你像现在很多头部在直播带货 我觉得真的就是很浪费 我纯粹的拿点平台给的浏览量 搞费 我觉得我拿的挺踏实的 而且我从来不认为说什么 做了很久 然后再次放假都合理 麻烦的这种想法的小伙伴 取光我一下 因为我们的商观 跟我们的价值观 不在条线上 我如果说1000个粉 跟100个有趣的灵魂 我肯定选100个 而且我从来不认为你们是粉 我更认为你们就是我的小伙伴 就顶多就是以朋友相称 就你可以相信的一点是 陪我走到最后 要么就是我不做了 这个号我不做了 要么就会特别好玩 就有一说一啊 他们家的话我觉得 黄金跟服务没得说 特别好 东西出品的话 我首先能够记得住 就那个额干 另外一个就那个天妇罗炸香 其他所有的东西 就其实它的肉质 它品质其实还可以 但是味道有些好 有些是一般的 但是都不至于到差 他们家其实基础的底 其实已经打得很好了 需要多一个亮点进去 他们家价格的话 我觉得就只个350 总类就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富 就我觉得是大概350 360之间会比较合适 但是像五星吉酒店 它是有一个价格的一个加成的 你五星吉酒店 我觉得加个30加个50 就还挺合适的 好了886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